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开始进入MocoJS实战项目 那我们MocoJS实战项目 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开讲的第一讲里边 就已经给大家展示过我们要实现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它主题来源于京东的这样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模块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一个项目 我们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结构和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按我们整个的项目介绍和分析呢 我们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个内容 首先,它从左侧来看呢 我们显示了我们的商品的这样一个树状 就是一个目录啊,这样一个目录 按分类来进行一个显示的 那么我们这左侧是一个大的分类 然后在我们每一鼠标划过的每一个大的分类呢 它会展示一个小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里边就指定了该区域啊 该大的模块下面所指定的一些小的模块 那么比如说蓝装下面有上装,外套,还有裤装,还有套装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每一个小的分类下边 还有不同的这样一些细节上的细小的这样一些分类 这就是一个分类上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每一个分类下边呢 其实还有每一个分类下边 它还有对应的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实例的这些一些商家 每一个都有 所以呢,我们从整体来看 其实内容主要划分为几大块 第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最左侧的这样一块的一个分类 那么其次呢,是每一个大的分类下边的一些小的一些分类 就像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除了这个分类以外呢 还有分类下边的一个子分类 最后呢,是我们一个实例店家的这样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每一个链接呢 每一个里边呢,都是对应的是有一个链接的 除了它的内容以外呢,还有它的一个链接 OK,那么这就是我们项目呢 主要的这样一个情况 哪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就对应着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 进它的HTML代码 首先呢 我们拿到我们这样一个京东的左侧 这样一个导航呢 我们对应着我们的这个前端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从我们这样一个分类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呢 它其实从铝装蓝装 我们整体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展开这儿 那么它里边的内容呢 这就是 这个地方是铝装 铝装 其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展开 我们对应着里边来看一下 这里边是铝装 我们再打开第二一个 我先把它给折叠起来 因为里边设计的内容相对来说有点多 它每一个都写在一个LI里边的 你看这是一个LI 铝装 然后呢 这是男装 在另外一个LI里边 然后呢 再是一个铜装 在这儿 那么他们每一个都是以一个LI来进行一个包裹的 那么我们就针对着看第一个 那么我们拿这样一个女装来 这样一个模块来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这个女装的模块呢 我们除了看到它左侧的这样一个 我们从左侧来先看着走 那左侧呢 它首先呢 它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logo 那这样一个logo的话呢 就是在 我们它是一个女装 你看一个H3 那么这样一个 在这个地方呢 它所有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来大家再来看一下 好 我们显示一名原文件 OK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那么它在我们的第一个LI里边 这样我们这个用啊 这个suffer也可能就是不是很清晰的去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我们用那这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样一个文件来 我们在这里边来看一下 这里边可能要稍微好看一点 那么我们把这儿 我们把我们的开发的工具给打开 那开发的工具打开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儿 那这个地方呢 它是在LI里边 女装呢 它是一个 对I呢 它有一个背景 它有一个背景的这样一个情况 I 这个I里边呢 它是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边 它是有一个背景图片的 这样做一个切割的这样一种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 每一个LI 这个就是一个背景的这样一个图片 那么其次呢 就是我们的ID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女装 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每一个女装里边呢 它也是有它自己 就是所对应的这样一个大的分类的这样一个ID链接 然后呢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 就是自己的这样一个字 紧接着 就是这下边连一群 真杉织T恤的 这这一块呢 然后它是放在一个P标签下边的 这个P标签下边呢 然后是多个A组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连一群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真杉织的 就是这样一个 每一个呢 它都有它的ID 所以呢 我们通过我们这里边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在文档里边 我们的这个分析 分析我们也得出了 我们的HTML的结构里边 关于数据这一块 那么它每一个分类下边 其实每个大的分类下边 它也是有对应的这一块的东西 对不对 OK 就是我们每一块 他们我们大的分类下边 同样的是有这些内容 OK 那么我们紧接着我们来看 这一个大的分类下边的一些小的细节 那么我们看一下外套 那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的网页原代码 那么我们把这一块先给关闭起来 OK 这是一个DIV 然后在我们内部的东西 它是放到一个text error里边的 text error里边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 text error 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它里边是一个外套 T恤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原代码 它是在我们这下边定义的是一个 这样一个DIV里边所放的DL 这样一个sort里边 然后呢 所存放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外套 那么外套里边呢 外套里边 风衣大衣羽绒服啊 都是放在这里边的 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上装 然后裙装 裤装 就是我们这里边所看到的 这些内容 那紧接着呢 就是我们下边的这样一个实力商家 这个实力商家呢 其实它是放在这里边的 就是brands 就是有一个 这里边是品牌的一些东西 这里边呢 这是商家的一些东西 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模块的一个结构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们通过整个页面来进行看到 它所有的其他的一些js的一些控制呢 它是在这个里边 那我们可不需要去管它 我们着重要去讲解的就是 我们在基于这样一个静态页面 就是我们前端人员拿的这样一个 前端微博开发工程师 拿的 它做出来这样一个以后 那么它的数据要通过后端进行提取的时候呢 我们后端如何来通过Mocal.js 来给它做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呈现 这个呈现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要做一些数据上面的一些模拟 那么就会涉及到我们对一个API的这样一个分析 所以在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分析结构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其实每一个里边它其实是有一个logo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左侧是一个大的分类 大的分类里边 它有它的分类的ID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字 还有对应的链接 然后各自分类呢 和这个也类似的 然后还有一个各自的这样一个商家 我们后续的话呢 我们API呢 就按这样一个分析的这样一个事物来进行一个完成 然后它每一个里边 这是一组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其实有多个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到其实这一块其实是一个组 一个组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哈 目前我们看到的之后有有123啊 有6个组 所以呢 我们到时候用moggs来按我们之前所学习的一些内容哈 我们来把类似这样一个结构给它模拟出来 最后实现我们啊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的内容哈 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个数据模拟所产生的这样一些内容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介绍和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在下一讲当中 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来做这样一个实例 OK 那这一讲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后续的课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